嘩嘩 開來啦 開來啦 九尿妹女看三個 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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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畫面有沒有問題 啊 沒問題啊 今天有新劇播 新劇播什麼有情人 再穿有情人 還是再一個有情人 不記得了 類似這樣 今天我跟家人一起看 看了一會 我看了一開始 她在那個獸醫 那個叫蘇玉華 蘇玉華看獸醫 但那隻狗看獸醫 然後那個獸醫就 跟那隻狗說 哎呀快點照顧媽媽 什麼哄一下她開心 跟她說一下 跟爸爸結婚的東西 然後我跟家人說 我跟家人說 我跟家人說 這一批人肯定結不成婚 然後我家人就冷冷笑了一聲 哼 我也知道啦 然後我說你怎麼知道 然後她說一句 她一定要跟祥仔一起 我當然知道 然後我馬上笑了極久 我跟她笑了一整個一節 其實不出 四集之內 他們就 其實今天已經說了 她有什麼婚事要押後 一開始她說 我老爸什麼骨髓有事 不知道什麼 她說什麼 婚期要押後了 看看我們結不了婚 四集之後 她們會有些磨擦 我告訴你 然後磨擦一下 總之有一些很白癡的東西 可能因為她爸爸的東西 你明白嗎 我爸爸的事情 不可以結婚之後 那男人就不理他 說什麼 一定要結婚 為什麼有關什麼事 就照結 我又不是照顧不起你爸爸 那些什麼 我也是獸醫 我也是照醫 我也會醫治你 類似這樣 然後開始吵架 之後就 過到第三集 發現她有第二個女人 因為她不能讓女主角做壞人 她不能這樣說 一定是獸醫 紅杏出場 獸醫那個演員 叫什麼名字 我不記得 她以前做什麼冷知識 和張新月 做什麼冷知識 她當時第一個起家 就是在什麼 亞視做什麼 冷知識的劇場 不知道在這裡說什麼 冷知識 和張新月 和其他港男 那些年 同事三分親 過去做什麼 大延生 還是什麼 什麼 然後就轉過來 然後 第三集 你看到她有外語 包包 或者去嫖妓 或者去嫖妓 叫雞 我猜一定是 然後第四集 就哭了 然後長仔 跟她發生了感情關係 不知道再去哪裡 開解了她 之後她又喜歡了長仔 最後一個結局就是跟長仔一起 信不信 你知不知道 你覺得 你是鐵板神算 你看看 四集之內 我仰言必定會 立刻 踢爆 要跟那個獸醫分手 說真的 不是什麼都可以 什麼正式宣佈 但我已經變成了 那些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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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我是厲害的 你知不知道 什麼劇透好一次 讓你猜到就不是TVB劇 讓我猜不到就不是TVB劇 你應該反過來 這個人 有多少人跟我從小一樣猜到 我小時候都不會猜到 約莫去到小三小四 然後我開始 頓悟 我發現 所有人 所有人捉到的路 有時候 已經不用看 看什麼演員 歐陽鎮和 配誰一定是 一開始一定 歐陽鎮和 配關永和 或者怎麼一定要這樣配 他們是有個 選角是有些特別的 蘇玉華 肯定不會配那個 什麼大先生 沒有可能 過幾集已經不會出現 五集之後 發現了他 嫖妓之後 就不會再出現 你知道嗎 好 來吧 你已經給了下去 然後全部都是 長仔和 和 近年很流行 狗仔和 小孩 有小孩 就一定要加一隻狗仔 不要只是單拖小孩 今集也是這樣 蘇玉華 那隻白色狗 然後長仔 又有個小朋友 上一套 那套叫什麼 009 叫什麼 愛我請留言 不就是這樣 現在不就是 差不多 好 來吧 老爸 一定是要 鬥蹲 一定是 這樣 老爸 鬥蹲 這集難得有 阿媽 不是 張瑪莉 難得是 上等親家 大家可以多看 上等親家 最近上等親家 已經很少有 這麼重的氣氛 好 來吧 很久沒有看 我想重播真情 說真的 現在想 閒一點的時候 想看 暑假期間 想播放這些肥造劇 頭一百集真情 超好看 來吧 給下去 接著 今天有個其中一單新聞 就是講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其中一單新聞 就是講 有個巴士網站 有個巴士網站 有位網友 接了 接了一張 38號巴士 應該是 那時候叫什麼 中華 中巴 還是九巴 我忘記了 38號 其中一張巴士 這張照片 有38號巴士 這巴士的車身上 是紅色的 接著 有一個香煙廣告 紅雙喜 不知道什麼 什麼 最好吃 吃龜煙 吃紅雙喜 類似的標語 於是 這個網站 就受到 控煙版的 控告 他就說 不好意思 根據香港的吸煙條例 如果你把煙草廣告 放在互聯網上 已經是犯法 最高的 刑罰 五萬元 如果持續 每天 就罰 再加千五 一開始 你貼 貼了 已經可以立即 拘捕你五萬元 然後 如果你不刪 繼續有 去貼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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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千五元 於是 網站的負責人 跟報紙投訴 他找蘋果 說 這件事 極度好笑 他說 神經病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說 本身一張圖 說巴斯的型號 怎樣 怎麼算是賣廣告 其次 他的網站沒有牟利 或者什麼 幫我煙草箱 怎樣 為什麼會這樣 是貼煙草箱廣告呢 他就這樣說 有很多人在這裏 議論紛紛 對這件事 好 給他下來了 阿英 想撿 然後 有很多人 替這些 網站的人 很不划 他說 這個 因為他已經很害怕 因為網站已經立即 已除了這張照片 很多人就替他不划 搞錯 這些 相片是犯法 很多人馬上在報紙網上貼 找 幾年前試過 有些飛機降落 或者啟德機場 找大公報 大公報 曾經貼過 舊啟德機場 飛機降落的時候 那時候旁邊有很多煙 什麼沙林 什麼 沙龍 還有什麼 貓7 萬寶路 那時候兩邊都是最大的煙草 賺很多錢 肯定那些 漂亮的招牌 大招牌 全部都是他們 維港兩岸 飛機降落的時候 經常看到 那時候在啟德 降落的時候 肯定是 會看到的 那些萬寶路 那些牛仔 大大隻 然後有些人狂找 有些人再串 找一些 不知道什麼 報貼的 鄧小平 鄧小平吃開 不知道什麼煙 都放大 鄧小平吃煙 你報紙貼這樣 算不算張貼廣告 如果你要這樣說 那大把 然後又說什麼 有些人 有些人 不知走私煙 近年也有 差不多間間報紙也有貼過 好 放上去 間間報紙也有貼過 有什麼走私煙 海關 拘捕了一些 私煙行動 然後 後面 都貼了私煙 全部都是廣告 有些 煙盒 海關成功 偵破了什麼走私煙集團 現在 衝攻了 不知多少萬盒煙 好 那這些是否全部說 第一 香港海關又犯法 什麼報紙全部犯法 那又怎麼算呢 然後 很多人說 這些是矯枉過正 即是控煙版 怎麼會這樣捉到 這麼離譜 然後 還有人說 早幾年有一部電影 他說法國叫 Coco Chanel 有個封面 就是 有個女生吃煙 香港 電檢還是什麼 就說 你這樣也是幫煙賣廣告 不行 然後 就說 要改 改了他 不知拿一支筆 哇 紅牌 他說 立刻要把電影公司P圖 改了 他說 你不要吃煙 改一支筆 然後煙要抹走他 等等等等等等 那 於是很多人就說 這些是矯枉過正 那如果你在街邊 我問你 如果你在街邊拍照 你自拍 剛好有一個人經過 吸煙 或者什麼時候 或者播放 萬寶路 舊師的廣告 這樣 是不是你都會犯法呢 如果放上Facebook 於是很多人就在說 這次 恐煙版那個 那個 似乎 做法有點不妥了 是啊 你那些 雖然現在沒有了 什麼 什麼 現在正路 香港已經沒有了 香煙廣告 你要找 通常都應該是去到 就是要找回 舊屎才有的 就是可能 人家在YouTube播 或者 如何回復 才會有 正路 現在香港是沒有任何香煙廣告 以我所知 是不行的 你任何 任何東西 你幫賣煙的話 已經是實屬違法 以我所知 好 立刻就要去罰五萬元 那個就是 那個條例 唉可惜 平時你說這些很有歷史價值的照片 我覺得很難地這樣說 這些照片明顯是搞錯了 就是 觸蟲 怎麼說 檢驗得太過分了 你們要看自己的性質 好像那些什麼歷史講過 香港舊屎 香港舊街 六十年代 有時候拍招牌的 當然有 什麼什麼什麼 他整堆招牌 可能不小心 有一兩張 別人的主題 不是為了突顯這些 我覺得他們無謂 抓到這麼嚴謹 又要說 要封網 或者什麼 要罰款 我覺得太過 太過 離譜了 你們怎麼看 來了 小心 小心 糟糕 幸好 及時難道 你下次很簡單 你那些 你那些 大把名人 是舊屎那些 中屎書 細屎書 你可能都不看 我告訴你 你可能都有問題 細屎書 方溫已經有教 什麼 舊屎香港 什麼三十年代 香港 大把這些廣告 整本書都要撕破 告訴你 肯定 重新 離譜過 不用教 告訴你 然後那些名人 什麼 共產黨 毛澤東 有時候在打仗之前 月兵 有時候都在吃煙 那一頁又要撕毀 告訴你 立即大筆勁 告訴你 你可以立即告他 哦 你現在說毛主席那些 是有問題 毛主席幫鄉 賣廣告 你說毛主席 會做這些事情嗎 這些大把東西說 很大 大膽 大膽 黨主席會做這些事情 你說黨主席會收受煙草箱 讓鬼子的錢來賣廣告 不可能 一定不會的 共產主義是沒有這些私心 不可能 你就馬上可以 告訴你 大把 鄧小平那些 是經常吃煙的 你馬上看到 我說鄧小平吃什麼煙 然後你就放進去 就可以馬上告他 大把東西 他一按的話 你就馬上說 你意思是說 鄧小平是幫煙草箱賣廣告 是不是這樣 你一問他 你側問他 是不是 然後他回答 他就只能夠 知不耳 對 那 不是的 你夠膽說一聲 是我 告訴你 我明天就把這段錄音 寄給人大 你明天見 他說 看人大 大還是 控煙板大 你這感覺 然後他馬上說 我沒有 當我不好意思 小孩子不認識世界 對不起 他說他這樣 好 是啊 有時候你看這些 廣告的事 你要說得很清楚 你要知道 照片的 意味是做什麼 以前那些 牛仔 南保路最流行 還是沙龍 最流行 一堆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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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關係 他說 我還沒見過牛仔吸煙和普通人吸煙有什麼分別 他說沒有分別 然後他說 我說 是不是會吸引人到吸煙 他說 他後來想了很久還是幼稚園 我怕我問了幼稚園的老師 之後他回答我 他說 那些人好像以為牛仔吸煙 即是吸煙才可以做牛仔 或者有這些聯帶關係 這樣他就會 因此而吸煙 想拉到馬 或者怎樣 就會吸煙 這樣 就會有這些關不感應 這樣他為之廣告 我小時候也問了那個老師 有自然老師 我問他 然後我不用吸煙 然後我不用吸煙 他好像沒有正面回答我 他就說 我就是這樣 啊 好 來了 給他上去 我認識 以前的唐柳 對呀 你還說唐柳和樓小心 一定有 有點難免 有些就是 舒默加車隊 他們好像也是 skill 可以登登報紙 你的 很難避見 他頓心是要 suck 好 除非 Lindsay бой 三隻被人迫過來 我小時候有印象的就是看煙的廣告就是那些牛仔 這是我最有印象的 其餘的不知道 好像沒有 都是整個蜜頭那些 通常好像煙的廣告很早已經有規管了 就說你不可以太直接 不可以有什麼樣的鏡頭 或者怎樣怎樣怎樣 那些印刷廣告通常就這樣有個蜜頭就算了 這個是我帶著牛仔 我現在在跟你探討學術討論 不是在說什麼鼓勵你吃煙 你肯定是 我絕對不鼓勵你做這些事情 吸煙危害 奉政府如 吸煙危害健康 什麼可能會引致肺癌 心臟病高血壓 揚毀 大把大把大把不好處又貴 所以千萬不要吃煙 小心 走的廣告也是 嘩 遲些可能會禁 如果你說煙酒 現在都很少 走廣告 現在啤酒的那些還有 不知道遲些可能 再提倡健康的時候 可能會再有機會 到時候 什麼都看不到 好 其實喝酒對身體也有點益 你知不知道 喝少許是有益 法國人 喝少許紅酒 所以 反而沒有 法國人少高血壓 比起那些 美國人 因為法國人是喝紅酒 加強心臟 不知 因為跳一跳 反而更好 對血液運行好 行氣活血 那時候我老陣 那時候我老陣 在冬天的時候 都會說 喝酒 冬天 暖身體 或者 什麼魚 他說 什麼魚 撞傷了 他說什麼行氣活血 喝少許那些 麻精 什麼事情 他說喝酒 是行氣活血 喝完 當然是你的魚血 才被你的血 滾散 這樣才沒事 紅酒對牙齒有益 這個我就不知道 紅酒對牙齒有益 我只知道什麼雙朝的人 喝酒 還有什麼秦始皇 我以前看過紀律片 為什麼秦始皇的軍隊那麼厲害 他們會喝酒 喝完酒 撞膽 殺人 更加勇敢 還是什麼 好像這樣 他說什麼 為什麼會知道他們喝酒 他說看到所有士兵都有一個 肚子 正常打仗 怎麼會有肚子 他說那些是啤酒 肚子 還是什麼 紀錄片 不是紀錄片 為什麼不喝胡椒豬肚湯都會暖 看不同功用 因為你走 可能你喝少許 你不會醬 湯中場要煲一大壺 這樣 對吧 對不對 你知不知道 瑞士喝酒叫乾杯 是怎麼說的 我叫你 Sondes 他是這樣說的 然後喝酒有很多儀式 我跟你說 當時我們瑞士的酒莊 他有說過 一開始喝酒 喝酒 他一開始會拿東西出來 然後他又會拿酒出來 然後拔 拔你很優雅 拔完之後 他一定要拿毛巾包著 他一倒酒 一定要倒得很乾淨 他一直轉 倒完的時候 杯的瓶 就要一邊轉 然後拿毛巾抹起酒瓶 不要等一滴滴滴出來 又不好 滴到焦紙 凡是滴到焦紙 滴到焦紙 滴到杯都不行 然後開完蓋 一開始就要倒進去 他說正常 有些 就像神之水敵一樣 要做什麼 有什麼透氣瓶 讓你在這裡 吐氣 還是什麼 才會好喝一點 然後叫什麼 Sondes 乾杯 然後他們每次 每次喝酒 都不會只是喝酒 那麼簡單 那個酒莊的主人 他還說 要吃麵包條 他跟我說 我想吃麵包條 要不要 當時他說 不是很好意思 你這個 試酒 參觀搞這麼多 他說不要緊 喝酒一定要有 什麼麵包條 他說 我想吃 他說不要緊 我去拿 然後他就拿一堆 麵包條 出來一起吃 好 斬過來 Sondes 這就是乾杯的意思 他們一定是這樣喊 好 來吧 給他上去 好 來吧 郭大俠 歐洲人 通常都喜歡喝酒 他們不會喝 那些 很烈的 都不算喝得很烈 通常都是 很優雅地喝 不會說什麼 蠔飲 等等 好 給他上去 可以扭得過 奶俠 給他中間 有機會的了 阿瑩 走 又說什麼 跟梅莊食友喝 麻精 麻精 你們記得小時候 有個廣告是這樣的嗎 麻精 以前 有個廣告 就不知道 在這裏 倒一些魷魚絲 什麼東西 我小時候看起來 覺得很好喝 問我老爸 我問我老爸 為什麼不買 你們經常喝啤酒 小時候 麻精說過是這樣的 有一支 有個白色的瓶 膠瓶 還是玻璃瓶 打開蓋 然後 那個廣告 就會藍色底 有隻手 隔出來 放一些 魷魚絲 花生 直接倒進 杯酒 然後他說什麼 魷魚絲 花生 不知道什麼 麻精 然後又是什麼 九光雙精 什麼 又香又醇 類似這樣 然後 最後 就倒進去 有人 一下子 倒進去 就很棒 然後 現在還好像有賣 你去便利店 漆仔 OK 那些還可以賣 但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喝過 然後我以前 還有一個朋友 說 去營業的時候 就倒酒 然後又玩過 竹葉青 竹葉青 竹葉青很難喝 但我好像喝過竹葉青 又不像於說很難喝 就是 有些 怎麼說 香味也挺濃 但就是典型中國酒 極潔 極烈酒 一喝下去 有點噁口 但又不會說很難喝 他就說什麼想吐 什麼洋酒才好喝 那我就不覺得 好 我想你們現在都很少喝中國酒 或者東洋酒 你們通常都是喝一些 什麼 什麼 霍卡 威士忌 好像Dead Rising 就是喝這些威士忌 要不就是喝啤酒 啤酒喝 我理解 便宜 但那些中國酒也很便宜 那些 好像是 十塊 五塊 但是 其中一件事我擔心 不知道那些孖精有時候是大陸製造的 不知道會不會拿一些工業用酒精 以前看過醉拳 不知道最後 醉拳不知道哪一集 然後最後一幕就是 找什麼不夠醉酒 然後成龍被人堆 那些工業用甲醇 就是打到 一邊出醉拳 就是超醉 拿一些酒精堆下去 最後就變了白癡 弱子 喝了工業用的酒精 然後整個人就生氣 然後 最後打完 贏了那個人 師傅問你 你什麼事啊 哎呀 糟糕了 他喝了工業用的酒精 然後 然後就 立即過望 燒壞了腦 因為那些酒精 酒精上腦 然後 那些太滾了 加速你體溫 然後就燒壞你腦細胞 所以你們要小心一點 但我想你們就算日本有什麼米酒 韓國那些也有 你們都少喝了 你們正路的人 現代的社會通常都是喝融酒多 知道嗎 好來啦 靚波 鏟得靚啊 那些 那些 鐵打酒 那些 鐵打酒 那些不可以亂喝 還有以前 鄉下有很多 什麼老鼠酒 那些一看到我 就嚇到得人害怕 小時候我看得多 什麼蟑螂酒 老鼠 蜀蜢 蛇 那些什麼好恐怖 拿老鼠仔 浸走 然後一隻一隻 在那裡 然後有些說 什麼老鼠酒 有些說可以喝 有些說不知道怎麼浸 加了辣椒就可以搓 不加辣椒就可以直接搓 你真的看到一隻老鼠 這些小時候才看得多 那些中藥店也有賣 那些海味店 藥材店 全部都可以賣 蛤 你們有沒有見過 你們有沒有人喝過 我想知道 有沒有勇士喝過 這些 告訴我什麼味道 給他上去 哎呀 可惜了 被人中途爛途截劫 好 蛇走的 我覺得 蛇走的 都還可以看到 蛇走的 怎麼說 你看上去都不會覺得很噁心 你覺得有些人吃蛇 我也會敢吃 如果有人招呼我 給什麼蛇羹 我也敢吃 但是你說什麼 弄老鼠羹 不太能吃 很難的